今天我就正式通知你 她是你的好朋友 是你老板的女朋友 你以后离她远一点 李勋勋 嗯 好香啊 不是手上还有花粉的味道吧 没有 是我给你买的洗衣粉的味道 你晚上有空吗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好啊 是要跟我表白吗 你有礼物吗 我就是礼物 想插下礼物了 我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晚上见 我先走了 周全 你怎么来了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莫芸芸 怎么突然回国了呀 周全 芸芸突然回来 来不及跟你说 你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怎么了 现在家门都不让开 不是 莫芸芸跟她老公正在闹离婚 所以就回来休息一下 来不及跟你讲 合着 这婚还没离呢 就已经有接盘侠了 周全 很多事情之后再告诉你 讲话不要这么多都逼人好不好 这里又不是法庭 怎么样 有没有小别胜新婚干柴烈活 莫芸芸 那个顶级绿沙表回国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两只眼睛看见了呀 而且 而且她是跟会一网一起回来的 那回去回去被你怕什么呀 我就奇怪了 我每次只要往她眼前一战呀 我就一败涂地 也真的是 你说这什么操作呀 要不请假去找你 不用了 我下午还得开庭呢 那总不至于一个莫芸芸回来了 我钱也不赚了 日子也不过了 我跟女儿要出国 一直忙签证的事 差点把你拜托的事给忘了 周老师麻烦您了 来 这个是你要的那个 叫成立的学生的一些资料 你看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好好 谢谢 你让我帮你问了读书的时间 我问了 没什么特别的 你看看吧 我小时候就挺帅的 时间太久了 咱们学校 跟郊区的几所学校共建 老师都互换了 能问到情况的人很少 这个叫成立的学生的情况呢 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 这孩子在校的情况介绍 一个字都没有 像是被人故意抽走了一样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转学以后呢 她妈妈每年都给学校捐助 不过大程总还是挺支持教育的 你毕业之后 一直在资助这个学校 而且还买了很多电脑 我在学校的时候不管我 只还学了去送电脑 我当时在学校肯定惹了什么大祸 跟你开玩笑的了 其实事情没那么严重 问得到就问 问不到就算了 不要影响我们两个人 今晚的二人世界好不好 你怎么了 这不打听了吗 没什么意外的事情 没什么就是觉得 我心里慌慌的 你就是太担心我了 其实我对病 应该跟学校的事情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妈不告诉我 肯定有她的道理 你就别担心了 好 跟我上楼 不去干吗 陪我喝杯咖啡去了 不去 走了 谢谢谢谢 你是不是跟成立好上了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我们换个话题 你应该直接回答她 是的 我是成立女朋友 hm 我一起进 female 跟你说 什么 vein 哪里 不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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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